您各位好啊 我是生了病很多天 终于好得差不多了的昆仑流石 让您惦记着了啊 打今儿起啊 咱们继续讲故事 如野仙乎 野仙帝博言贴木尔乎 赛刊王乎 那位哥们说了 这昆仑流石是不是脑子烧糊涂了呀 怎么今天上来就三乎啊 其实啊 有董行的好朋友 一听就知道我今天要说的是啥地方 对喽 其实咱们来的呀 是这土木堡 就是这个大明朝的伤心地 距北京啊 不足百公里的土木村 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呢 其实就只有一件 那就是这个明代的正统皇帝朱祁镇 率领着几乎是倾巢而出的 二十万明军将士 御驾亲征 在这里呢 土木堡被野仙 博言贴木尔 赛刊王三兄弟率领的几万瓦剌骑兵 打得大败 二十万大军呢 伤者过半 死者三中有一 文武官员 战死者数十人 五百七十一年前 也就是明正统十四年九月初一的傍晚呢 明朝大军已经被这瓦剌骑兵啊 冲得七零八落了 土木堡外呢 旷野上死尸啊 是横击竖八 一眼望不到边 有这个穿着皮袍子的铒子兵 当然更多的就是大名将士的尸体 一个金甲蓝袍的年轻人呢 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默默的看着着眼前的一切 比起刚从土木堡突围出来的时候的惊慌恐惧 他现在已然不害怕了 他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啊 就只有一条 那就是死 对 大不了一死啊 既然必死 我他娘子还怕个鸟啊 您猜的没错啊 这位俊美的年轻人 就是大名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 说来啊 这位明帝国的大皇帝 满打满算 也不过才22岁 放到今天呢 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年纪 真应了戏台上的那句词了 如今的英宗皇帝啊 那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了 身边没有一兵一将啊 身后只垂手站立着一个小太监 叫喜宁 喜宁这个死太监啊 他并不是汉族人 他是个女真人 因为啊 通晓蒙古 女真等关外多种少数民族语言 这次明英宗亲征啊 特意的把他带到了身边 你看见王先生了吗 英宗问喜宁 王先生啊 就是正统皇帝 对太监王振的尊称 回皇上话 突出来的时候啊 还看见王班们和几个司令间的公公在一块儿 几个锦衣卫保着呢 我看啊 没多的事儿 后来啊 冲散了 就没再见着 您记得这个死太监喜宁啊 这个家伙呀 在咱们土木堡之变的系列里啊 还会出现 远处啊 来了一个马队 从川着上啊 一眼就能看出 是瓦剌的骑兵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对兄弟 弟弟啊 一眼就看见坐在石头上的明英宗 从川着上看呢 这位年轻人肯定是明朝的大官 光凭这身穿着呀 就价值不菲呀 于是决定上来啊 二话不说 咱先给他扒的一干二净 要不见 也是让他人占了便宜些 于是乎呢 这瓦剌小藩呢 挥舞着弯道 对着明英宗 哇啦哇啦的 就是一通吼 别看这英宗皇帝啊 二十二岁 做皇帝啊 已然是十四年了 太子出身呢 从小啊 就学的是帝王术 如今又抱着这必死之心 皇上老爷子都没翻眼皮 看这达子兵一眼 坐在那儿啊 仍然是一动不动 小藩一看这情形啊 真要动手 这个时候啊 还是他哥哥有见识 看这位年轻人 气得不凡 并不是等闲之辈 还是啊 等咱们头领来了再说吧 于是就拦住弟弟 说来也凑巧啊 野仙的弟弟赛堪王 随后啊 他也到了这里 用这半生不熟的汉语 就问英宗了 哦呦 你是哪个呀 哎 这位蒙古汉子 怎么说的一口江南口音呢 关于这件事啊 咱们下一集揭晓 您要是知道啊 可以留言区给大家披露披露 英宗啊 一看来人是个蒙古贵族 便抬起头说 如野仙呼 野仙帝伯岩天摩尔呼 塞堪王呼 得 咱们这大明皇帝啊 从这一刻起 正式的成为了瓦剌军队的俘虏 其实啊 我知道啊 您是更想知道 那个川队英宗出征的死太监王震的下场是如何了 我还真得跟您买个关子 咱们呀 留到下回再说 我是啊 走到哪儿都不忘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就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